欢迎回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杜丽萍因为压力太大 这个自杀好显示获救 特征组表示非常的震惊 而且也跟杜丽萍的家人联络 要提供必要的保护 刚刚大家也讨论到 袁大在这个当中 杜丽萍是袁大这边进入 这个扁家的桥梁 袁大在这件事情上面 应该要有比较多一点点的关心 或者是说 不要再给杜丽萍太大的压力 但是我们看到袁大现在的做法是 发出声明稿跟杜丽萍切割 说那是他个人的行为 不管是2亿的水果盒 还是7.4亿的现金的运钞 都说是他个人的行为 仿佛要跟袁大金控 第一个做一个切割 那如果他已经在这个事实的上面 跟他做一个切割 然后又对他提供很多的帮助跟关怀 会不会整个事情变得很冲突 很矛盾 那我觉得袁大不必跟杜小姐切割 事实上杜小姐跟袁大的关系 已经是没办法切割 是根本没有办法切下来的 那问题就是说 这2亿元只要杜小姐讲 他赔袁大的高层 两个高层 那你就把高层讲出来嘛 那你怎么切割嘛 他在课堂主应该是有讲的 当然是有讲嘛 事实上我们都晓得嘛 郑元兄也那个小的 郑元兄知道的比我早嘛 是老的还是小的 侦查不公开为了保护侦查 好会撞杀喔 两个小的是听命行事 那我只能讲到这里了 听命行事了 那我也知道 又是被指示跟支配 对 那他们两个人是跟很多名嘴 去解释了一些事情 但是当然有些名嘴也反过来 问我们说到底知道多少 然而那我必须这样子讲 就是说杜小姐的事情 就杜立平自杀的事情 她发生以后 我还是这样子讲 她的安全我们都要关切 好 我们不管她有没有成功 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管那个有情还是无情 那你至少你过去 你元大的老板 他那么长期以来都帮助你的话 你也应该适度安慰一下杜小姐 他现在会不会不敢帮助他 他一帮助他就会被认定说 那他们是一起的 我觉得私底下帮忙 他没有人会讲话 即使让大家知道 大家也不会讲话 因为道义上总是你的人 那我认为元大金控集团 他目前的讲法 第一时间点 先把这个案情稳住 这个也可以理解 他讲那些话 我都可以听进去 为什么呢 我听不进去 不是不是 我为什么听得进去的原因 因为你就文字论文字 说你是杜立平听不听得进去 比如说这些钱 他没进来也没有出去 因为原来就本来就没有入账的 既没有开户 也不是定存 也不是活存 也不是在元大政那一边 那他讲的并没有错 那他第一时间点听律师的话 要做这样的讲话 他也站着助教 重点是说 他说那是杜立平个人的行为 跟他们元大无关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 他的律师不精明 那我觉得元大的老板 他基本上的态度 就是说跟顾承远 有很大的差别 顾承远比较老实 较老实了 后面比较好 那你现在又要挡着 每一步都要步步为营的话 你后面恐怕就不容易防御 那你看 我在请问一句很简单的话 就说这么大的一笔管相 都立平何许人也 进跟出没有上面的同意的话 可以做办得到吗 当然办不到 那你这个要讲清楚 我觉得都立平老早都已经糟了 对啊 那可是元大这个时候 还是要跟他借歌啊 元大的老板是很不聪明的 那第一个 杜立平送两亿到官邸里面去 请问这两亿是杜立平的吗 不是嘛 这两亿是谁的 都知道是马志玲的嘛 那请问你元大金控怎么切割啊 你还怎么告诉我 你怎么切割 还讲的时候是 好像是杜立平个人的行为 杜立平个人的行为 表示那两亿杜立平个人的钱 那另外一个案子 7154 送到你元大金控老板的房子里面去 那请问呢 难道那个杜立平自己 那个房子是借给杜立平的 对 房子有没有房租稀略啊 这越成为离谱了 杜立平有那个714 然后你元大老板敢开个房子 给他放那714 你好大的胆子 你好慷慨哦 所以元大老板发那个信说 那纯粹是杜立平个人的行为 你如果没有元大老板点头 杜立平敢把那个714 送到那个元大老板的房子里面去吗 不敢嘛 还有一个 这整件事情杜立平跟元大 几乎是没有办法切割的 还有一个 简单他只是一个刨腿的角色而已啦 还有一个 那是杜立平个人的行为 我想他是你那么长年的员工 他也帮助你那么多 你在这个时候 你这样子切割的话 那我觉得对杜立平来讲 太不厚道 我觉得有杜立平这种员工 就是送钱是杜立平的个人行为 然后还从杜立平自己的户头里面 难道是从杜立平的户头拿了两亿吗 去帮老板去送钱给总统吗 有这种员工吗 我要严正的谴责元大这个集团 之前已经给那么多机会 蔡委员也一再呼吁政府 要对这些财团特色 其实我是很反对的 我觉得特色可以就某些行为特色 可是你犯罪你去送钱 你去走后门 然后弄到这么多好康 继续吞下去 然后要你吐吐不肯吐出来 你都硬要吐下去都是你的吗 这都不讲 杜立平他现在正式发声明说 杜立平的个人行为 那我不知道特征组 到现在还不正式传讯元大的老板吗 杜立平明明就是元大 明明就是元大的高级职员而已嘛 那这种事情难道说 富华金给元大拿过去 难道是拿到杜立平自己名下吗 拿好处都是老板 就跟那个ETC案子一样 说行贿是财团下面的子公司的一个协理 姓蔡的蔡协理去送的钱 可是这个ETC的那个权 是财团大老板拿走的啊 奇怪怎么这么 怎么如果特征组接受说 是杜立平自己是送的钱 那就很好笑 那如果元大发这个声明 特征组不接受 那元大很好笑啊 但目前就现在看来 我觉得整个台湾社会 没有人会接受 这是杜立平个人行为啊 杜立平就从头到尾 就是帮你元大在做事情 是你元大跟贬家的窗口嘛 就像中信经有一个开一个窗口 是针对贬家的嘛 好像台湾的大财团 都针对贬家 都开了一个窗口 那元大这窗口就是杜立平 杜立平是窗口 窗口怎么会有个人行为呢 他连去应酬 连去干嘛做什么事 都是要老板同意的嘛 主持人 其实我觉得 对元大的书面声明也好 国泰释华的声明也好 汪国华董事长的讲法也好 比如说这个是客户的机密 我们不别人泄露 或者是问特征组就好 这些东西啊 其实我们都不要太费神去评论 我觉得他们能拖多久就拖久 也许为了市场稳定的目的 也许为了怕 你不稳定两天就对了 也许为了怕大家挤兑嘛 那这些要讲 各位讲 没关系 这金免 大家就都出来了嘛 也许他们的老板私底下 在第三地都已经糟了啦 但是你能说 老板昨天被掉去了 而且他都讲了 他能够这样讲吗 他当然敷衍嘛 所以他在敷衍我们 我们反而认真去讨论他 我觉得我们好奇怪 我们可能不是在讨论那个声明内容 我们讨论杜立平的压力何来啦 就是说是不是袁大在这个时候 他就持续给他的压力 我敢保证他的压力 百分之七十以上来自袁大 才七十喔 百分之九十九来自袁大 其实我不是这样这种看法 杜立平假如跟吴淑珍本来就很熟 跟马家也很熟 在特征组征讯的时候 要不要供出实情 他就有压力了 对 你要不要讲出来 对朋友不利的事 那个生压庭上就已经压力大到不行了 不要说生压庭 在侦察庭的时候 压力就很大 那你既然讲出来 你就自己负责啊 因为人家没有刑求你啊 是你自愿要讲的 是这情况 人家贪出的证据 你不讲也不行啊 要不然 讲出来以后到底压力就没有了呢 还是换成另一种压力 要不然你就从头到尾扛到底 对 你讲或不讲 我都认为都有压力 都有压力 那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 你不能说 参与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你头都没有压力 那太简单了 我都去犯罪就好了 你是被告 你是洗钱案的被告 被告怎么会没压力 我跟你讲 做了坏事 没有被查到都有压力 每天东躲西藏都有压力 查到的压力也很大 查到压力更大了 那你坦白就坦白了 坦白你就要抗压 那今天你们都讲 我当然 我认为马自宁也不是没见过四面的人 黑白蓝道也很熟 你如果今天跟他讲说 跟杜丽萍讲说 你的情况我能谅解 那你讲出来 你也是不得已啦 你应该 这样子 马自宁是上道了 对 今天马自宁没有这么讲 我认为马自宁 你怎么想到他没有 你怎么想到他没有 我认为 我说如果他现在没这么讲 我是认为他是不上道的 对 他现在看起来 状况看起来他是上道还是不上道 不上道 你们讲说他是切割的嘛 那切割的 表示他是不上道的嘛 公开不上道 之下上道 他有公开是一个声明 私底下是给他说 我给你听 至于上不上道 你能够排除这个吗 至于上不上道 我们就请什么道的来解释一下 你认为他上不上道 他无从知道 我们外人无从知道 我们只能知道他在公开的是不上道 对他很有两面手法 他那是指下上不上道不知道 可是他如果上道的话 多立平为什么要做这个自杀的姿态呢 如果我是马自宁 我可能因为我这种想法 我一辈子也成不了财团的老板 就是我可能也不会走后门 那我走了 既然现在既然这样 我真的就糟了嘛 我糟了以后 都是我做的啊 多立平 就是我帮 应该是老板帮属下扛啊 怎么出了事是属下去扛啊 这属下是帮你老板在前线 在打仗 在拼命 然后甚至到去犯法的地步 犯法是我 我是主谋啊 你查黑道 黑帮本来就是帮主最最重 小弟最比较轻啊 怎么小弟 帮主出来扛 老大出来扛 财团老板出来扛 你真的都扛起来了 我们大家再来讨论说 应不应该给财团特赛 因为财团这几年来啊 从李登辉晚期到陈泉明这八年 台湾都已经差不多给财团 都吃开麻将 不要让我讲细节免 大家都睡着了 真的太多了 庆竹难输啊 我要说明一下 因为可能大家没听懂我的立论基础 我说特征竹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办大理 不是办小虾米 法律上写得很清楚 那所以他一定要去鼓励小虾米讲实话嘛 给小虾米保护 给小虾米提供协助 以便取得更完整的证据 因为要办大军鱼是很辛苦也很困难 因为大军鱼会发动群众运动 大军鱼有很多立法委员啊 大军鱼有很多金钱 可以收买很多关系人啊 所以这个时候 你特征竹为了取得完整的证据 你要想办法 或者透过社会 大家来共同帮忙 就是小虾米 比如说陈政会啦 比如说杜立平啦 他们如果不跟你讲实话 你去查到证据 你就很累啊 对不对 或者你都怕他翻功了 当然更怕他不讲实话 所以这个时候 给他们更多的温暖跟支持 我觉得是应该的嘛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那个大鱼 对自己家里头养的小虾 有什么对待 是要就是出事了之后呢 好好照顾他 还是一口把他咬 蔡委员 我很尊敬您 不敢不敢不敢 但是我只有这一点上面 我跟你有一点点笑容出入 不敢不敢不敢 我同意给财团特赦 可是对于他们得到的不法利益 我认为是要追回来 因为我觉得 真正大鱼 你看 以纯水扁 他再能污 污到100亿 200亿 300亿 净崩啊 财团 台湾一家财团 他的身价可能是300亿 500亿 7000亿啊 谁比较大 陈水扁有任期 8年也要下来啊 今天财团换几任总统 他也在啊 陈水扁手下几个立委 财团手下几十个立委啊 陈水扁手下可以弄群众运动 财团手下搞不好还有媒体啊 所以 谁是大鱼 我觉得政武跟商 搞不好他们做什么呀 谁是大鱼 已经是变成混合体 都不知道 不是 蔡委员 那你讲这句话是有欠公平 今天是谁获利 你认为他们没有获利吗 这些财团没有获利吗 这些五六家的财团 没有说从国外回来 今天变成街壁英雄了 那两年下来呢 我们算老几啊 对不对 那我气是气在这一点 当然是要给 不要跟估重量比了啦 当然我们要给财团一条出路 但是这条出路只有一个前提 你把事实统统讲清楚 你应该承担的罪责 那你应该承担的罚款 那你应该缴回国库的钱 你给我统统缴回去 因为那是人民的血汗钱 而不是说你坦白从宽 突然变成英雄 那我觉得这样子没有是非 来 我这样讲 我想不谈具体案情啦 第一个因为前段时间总统大选前后等等 我们蓝军在提了很多的证据在批评 这个立军有关财团多少 我想沈大佬大概跟我立场会比较接近 我们算法跟 可能跟那个有华兄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那财团根据那个沈大佬的讲法 他们现在也大概什么 赔了很多钱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的重点是说 就司法案件 你请财团去自白把话讲清楚 甚至你能够把很多 我们从来不知道的证据 通通供出来 协助我们把案情办完 这个是上上之要求嘛 那你今天说不行 你们每一个人 我都要抓一枪毙 那他都通通不敢讲 通通不敢讲 你案子办不下去 那你到底谁死了 不是 不一样 他法律 本来就有减免的规定 对 你不管去住手 或是自白 他都有减或免的规定 法令规定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 就是依法总就对 对 依法总就对 依法总你要知道 因为这个很多的政绩的取得 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容易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过嘛 说我们这个司法系统 对不起你比较挺司法 司法系统办那些小老百姓的时候 大概七分政绩就把人家起诉 把人家判刑了 对 可是你要办陈水扁这种大咖的 我跟你讲 你七分政绩 我一死的我还在讲 十分证据还不够 你要多了十几分证据才能够 那你这个时候 不是要去争取很多人支持吗 那些其他什么财团 不特征组的事 弄到地方法院去修理 他们就跑不掉 就像红火万证也不是地方法院搞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不是特征组今天成立 也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嘛 就找到十二分的证据 让所有人都没话讲说 真的陈水扁这个钱是A来的 这是关键嘛 如果他这个钱拿到那么多 你明知道犯罪所得 结果你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他犯罪所得 那你又怎么办 那犯罪所得 就是因为财团违法送钱给他嘛 所以我们就要拜托财团 或甚至搜查财团 逼着他们硬要把东西都讲出来 那你既然要讲出来 有所妥协 我是觉得也是关键性的问题嘛 我看你要不要做这个 要不然你这条案子 差了十年五年 你差了多少 你够帥 可是蔡伟我只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我非常同意 百分之九十九 如果说我送了两亿给蔡委员收买你 然后你是某个县长 或者某个你是总统 收买你 然后我拿到一个标案 好 那我现在自败以后 那我就靠这个标案 我可以吃三十年 我可不可以让我继续 把这个标案 让我把它三十年吃完 还是说我要吐回去 不是 当然非法所得的问题嘛 非法所得 我要讲的就是这一块 我们非法所得 非法所得另外一个处理的问题 这坦白讲 这不是特征组的处理 因为你把案子送到地先署 他教堂就可以处理了嘛 特征组不知道 只查大官 总统 副总统 院长 部长 立法委员嘛 而且他只是查刑事案件 只查刑事案件 因为以后的金控 到底这样的并购 到底有没有效没有效 很多都是民事的问题 所以你如果 民事的问题不是刑事的问题 陈水扁今天的罪 如果没有办法定型的话 你其他查 你要不回来 所以宣传条件一定要是陈水扁的罪名 先定了以后 好 你是行费的 行费我们就要问说 你有多少非法所得 所以一定要鼓励这一边 让他们刑事无罪 那民事的问题我们好瞧嘛 好 我们先听一下广告再回头 好 我们先听一下广告再回头